拿起第二支 我們的百樂門的十五年 剛剛說要算一波 然後繞一圈 圍一下右邊 圍一下左邊 基本上這一支十五年 它是香氣更細緻更柔和 所以我們要有加強版的聞香法 我們把杯子放四十五度在面前 它在杯口會是一個鎮圓嘛 然後因為酒意流動的關係 它會帶到空氣溢血 所以香氣會往背口跑 青的香氣 比如說花香味 比如說青草味 會在杯子的上面三分之一的 圓的上面三分之一 稍微重一點點的 像是青蘋果啊 或者是柔收成水果的 會在杯子的中間三分之一 再更重一點的香氣 可能是木頭的味道 可能是煙燻裡面 會在杯子下圓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我們就有一套的十字文的想法 什麼叫十字 右邊 然後到左邊 然後杯子的上圓 中間 然後再下圓 就像花一個十字一樣 在你的面前去 去感受 為自己的香氣的差異性 比如說 杯子的上圓 上圓我就比較像是 像那個紅蘋果 五爪蘋果 或是富士蘋果的 皮的味道 還沒有咬下去是 皮果皮的味道 然後在那些青草的香氣 它還有一些很細的煙燻 會在這個地方的出現 那個很細的煙燻 會覺得像是 我們去海邊烤肉 烤完之後啊 把水淋在那個木材上面 出來那個淡淡的煙燻的味道 中間有一些蜜劍的香氣 可能比較像鮮渣 或是八千果那種 帶點酸的蜜劍的香氣 不是濕濕的 是乾的蜜劍的香味 下圓很明顯 就是木頭的調性 跟泥霉的味道 好 我們來喝喝看這支白熱門十五年 一樣 嘴巴肚起來 然後吸一小口 吞下去之後 鼻子吸氣 很明顯的第一支十年 它出現的是比較多的煙燻 因為那支白熱門經典的調性 第二支十五年 因為更長時間的手指 你會發現裡面很多的水果的味道 然後甜味 而且煙燻味還是有一些些 可是它會比較像是煙燻味跟蜜餡結合在一起 可能像是煙燻菇梅啊 或者是化梅啊 甚至一些像黑棗那樣子的味道 還有一些淡淡的中藥材的香氣 變得是一支比較柔和更甜美的味道 經過了多五年的時間的熟成 還有溝對的方式不一樣 會讓一支酒 在酒場的酒會有天然不同的表情 所以接下來這支酒 我們要搭配的叫做 烏魚子 烏魚子 那下面那個白白的東西啊 烏魚子 烏魚子 下面是蘋果 沒有起司 下面是蘋果 但是他們那個外匯主廚 我特別要請 請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那是他們特別找來的日本的蘋果 然後呢 中間這個綠綠的東西是蒜苗 所以然後白色這個是糯米籽 你要就是這個蘋果是糯米籽 你要吃也可以 然後不吃也沒有關係 那要怎麼吃咧 我常在做衛生機搭餐的時候 我都希望能夠在一道料理裡面 給出更多不同的風味 所以啊我們等一下吃的時候 第一口 先吃這一半 沒有蒜苗的那一半 蘋果跟烏魚子 就是咀嚼完 咀嚼完 咀嚼完 再喝酒 然後喝完酒之後 再吃有蒜苗的這一半 然後再喝我們的綠綠 你會發現 就小時候的飲蒜蒜苗 如何去改變我們口感的風味的差異 OK 所以我們來先吃一口我們的 呃 蘋果 蘋果 你會發現 加了食物之後 它的燕金會變得比較明顯了 然後它的海味 把烏魚子的海味變得更加強烈 所以下次如果有機會 大家在這兩邊吃烏魚子的話 可以大家配我們的15年 甚至玩那個什麼 國泡烏魚子嗎 所以一些15年 然後那種 加火在上面 很像 來燒在裡面 接下來 我們 吃第二口 有蒜苗的部分 你都把它吃掉 有沒有發現 吃了蒜苗這一半 它出現是更多的水果的味道 它出現的煙燻會比較少一些 水果的風味更飽滿 然後那個蘋果的味道變得更甜 然後更有 有實際上 它有帶一點點淡淡的酸味在裡面 OK 就只要一個小小的搭配 整個食物 整個酒菜 口感的味道會完全不一樣 這就是餐酒拿有趣的地方 去創造我們的口腔 創造我們的味蕾的無限 就更多的極限 我們剛剛聊到 百樂門他們是人工切取酒心 所以它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它可以每次切取的酒心不一樣 接下來講的對比系列 什麼叫對比 就是有實驗組跟對照組 一般的核心的酒款 百樂門 比如說十年 比如說十五年 比如說二十年 他們在切取酒心的時候 是75%的酒精度 切取到60%的酒精度 這叫做核心酒款 但是今天如果我們要做的是 就是種泥梅味的百樂門的時候 它的酒精會變成切取從75% 切到59% 為什麼要往下面走 我們剛剛講的 越往九尾走的酒的話 它的泥梅煙燻燻感會更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喝這一款酒 百樂門的泥梅煙燻波分 它的泥梅PPM是35個PPM 一般的百樂門核心是12個PPM 所以是三倍的泥梅量 而且它的酒精切得更深 讓泥梅的菌味更鮮明 第二個重點 這一支酒是百分之百唇波分 裡面沒有任何的血液風味 所以我們來看看 百分之百唇波分 種泥梅的百樂門是什麼味道 我每次都覺得這支酒好甜 一樣把杯子拿起來 然後讓我先 給我聞一下 我覺得它裡面是糖果的味道 就是很甜的糖果 有一種小時候我們吃的一種糖果 它就是一顆圓圓的 然後有白色的一小塊白色 然後有紅色綠色 然後外面上面有一些像糖粉的東西 連在上面 等一下什麼東西大家知道嗎 糖果的味道 酸果的味道 蛤 糖果的味道 好 下次我就知道那個什麼東西 糖果的味道 糖果的味道 就是那個東西的味道 就是很甜美 然後一點淡淡的水果的香氣 然後你中間會有一些奶油的味道 奶油啊 或者是鮮奶油那種 帶一點奶比較濃稠的香氣 好 我們來喝喝看有什麼不同 喝下去 它在嘴巴裡面是非常甜美的味道 我覺得很多西洋梨 然後青蘋果 甚至有一些像橙桑牙 就是綠色的那個頭桑牙的味道 因為它帶點酸酸的感覺 然後它那個皮的酸味會跑出來 然後喉嚨後面 煙燻味其實也很很很 我覺得反而比前面的煙燻味沒有那麼強烈 它的煙燻味反而是像點綴一樣 更多是水果的味道 一直不斷地跑出來 非常有趣 雖然它因為PPM其實根本不是絕對是 而是你如何把這隻的風味給做出來 所以它反而我覺得這隻酒裡面 更強調白熱門裡面的七一鮮水果的調形 所以呢 我們要搭配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要搭配的 就是無花果 然後上面生火腿 然後那個白色那一顆是 那一顆馬桑牙起司 就是手工起司 然後下面是那個 餅皮 我的吃法 我會把它分開來 因為其實啊 這三個東西 上面餅皮上面這三個東西 無花果 然後馬桑牙跟生火腿 還有絲馬葉 它搭配這一隻煙燻泥梅波分桶 都會有其然附著我們餐酒 它的效果出來 我第一個 我會先搭無花果 因為無花果 非常多次 它會把那個 原本我們這隻波分桶裡面 沒有的 新鮮水果的味道 結合在裡面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先試試看這個 一小片的無花果 就只要一小片就夠了 你可以直接吃對不對 然後喝一小紅的吃麵 它的水果味道 會把嘴心的刺激氧給代謝掉 它會讓更多的水果的甜溫好 在嘴巴裡面 第二個 我們吃大一點鹹味的生火腿 然後生火腿會建議大家 可以跟它的吃馬葉包在一起 吃下去 就是生火腿的吃馬葉 我每次就覺得這個 生活的鹹味 然後跟梨梅波分桶的那個奶油味 然後最後出現那個芝麻葉的香氣 那個超好的 先是種的鹹味 然後出現了飽滿的油脂感 最後用芝麻葉的那個青草味做為收味 最後那個芝麻葉一樣 就一口巴士乾去 然後跟酒去做結合 多加了一些煙燻的那個燒烤的感覺 就在裡面 所以下面那個餅乾呢 等一下留著慢慢吃 我們要喝下一次威士忌了 這一支酒要喝之前 我會先請大家先喝一口水 雖然這一支酒的頻率比較高一些 它是58.8%的酒精度 然後這一支酒呢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灣可以喝得到 上個月他們行銷總監 從蘇格蘭飛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特別說他一定要喝這一支威士忌 因為這一支酒是台灣獨賣 他從來沒有喝過這一支酒 台灣獨賣是什麼意思 它會更符合我們台灣人 所喜歡的威士忌的風味 第二個 酒精度比較高 原孔酒精度重點在哪裡 它會保留更多的風味 一般來說 威士忌在香味桶裡面收成之後 大概會到50-55%的酒精度 所以我們在市面上 它有40% 43%的酒精度加了水 吸濕過風的效果 那差別在哪邊 在酒液裡面 就只有三種東西 水分 因為裡面不是100%的酒精 第二個 酒精一定要喝酒 第三個 要香氣 大部分的香氣跟風味 是被酒精給抓住的 所以今天你加了水下去 酒精的力量變弱 香氣就消失在空氣中了 因此當我們喝這種原酒 酒精強度的威士忌的時候 你喝到的是更多的油脂感 更多來自於香氣桶的風味 所以原酒有沒有比較好喝 我沒有辦法跟你決定 跟你說答案 但是原酒的風味一定會比較多 OK 好 我們來喝喝看這一次 台灣無限的白樂門12年 光聞那個雪莉桶的香氣就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它有非常高不低的雪莉桶的味道 那個雪莉桶的梅乾菜的味道啊 然後一些些鹹味啊 然後烘梅啊 跟玉米巧克力的香味 杯子上有 甚至還有一些像那個 宜蘭的那個 雞蘭的那個 雞蘭有一種意見 它是荊棘做的嗎 對 這樣子的酸甜的味道 在杯子上有 那個金棗 喔 金棗 對就是那個東西 雖然吃下去酸酸的 可是很好吃 對 我想到 我 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蜜餡在台南 有一次我去台南一家酒吧 就是台中間結束之後 他們用那個蜜餡做調酒 我說天啊 那蜜餡太好吃了吧 我就發現終於原來台北的東西 懷疑了 下次你就吃台北的蜜餡看看 你會不會懷疑人生啊 台南 我們喝喝看這一支 台南十二年 有沒有發現一喝下去 沒有太多的酒精的刺激感 反而是你的舌頭被油脂給包覆住 然後很多雲煎水果的味道 熟成的芒果 熟成的蘋果 然後熟成的 我覺得有點紅色的那個 紅龍果 紅龍果的那個味道 那些些紅龍果什麼味道 它會咬下去很多吃 然後會出現一些淡淡的木頭的味道 跟那個 因為你要咬到齒嘛 咬到烏龍果的齒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些木頭的調性 就像我們這一支酒 後面出現了木頭的調性跟丹寧的色彈 然後後面出現了煙燻味也沒有很強烈 輕柔輕柔的跟前面的雪莉酒的感覺 跟那個蜜餡的味道結合在一起 很舒服的一支味氣 所以我要搭配什麼東西 因為它搭配的是一個非常奇勢強烈的甜點 叫蒙果 叫蒙布朗 就是傳統的法國歷史米蛋糕 最後這個 那下面它的塔皮呢 是用巧合力做的 我的建議 對 還有上面這個白色的那個Logo 是用白巧合力做的 我的建議啊 如果你 真男人的話 你可以一口把它啃下去 但是像我們這家壁紙的人 會不會先挖一小口 上面這個 壁紙泥 然後你吃下去之後 再喝一口白色的12點 你會發現天啊 這兩個這麼強烈的東西 竟然會如此搭配 有沒有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喝一口我們的12點 你會發現當你喝了這支12點的時候 又沒有蒙布朗的那個 那是歷史的奶油黏膩了兩個分鐘 眼睛薄滿的感覺 竟然被我們的12點的味道給帶掉了 然後出現了雪玉糖的風味 出現了淡淡的煙燻的味道 然後結果整個口腔竟然清爽的 兩個這麼強烈的東西 大家現在出現了7種味道 這個就是餐酒達酒區的地方 一直吃酒 吃東西一直喝酒 是沒有辦法創造出這樣的結合 真正的三角達好像這個樣子 兩個東西結合之後 創造出截然不容易的風味 好了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了四款百樂門 然後解解了百樂門之家酒場的歷史 百樂門的故事 百樂門如何用手工製作威斯 一家曾經是蘇格蘭斯芬菜區最少的酒場 這一家酒場他們完全用手工來製作他們的威脅 好 四十威斯芬菜區 我們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投票一下好不好 四十九 一個人 小 兩票嗎 我本來都拔掉了 一個都 一個人兩票 然後你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支百樂門 第一支 這十年經典的百樂門風 我們在裡面感受到好多的煙燻 第一支 十五年 哇 已經過了多五年熟成之後 那個水果的味道 你剛才變得更加鮮明 第三支 泥梅煙燻波本筒 天啊 原來波本筒跟泥梅味的集合 可以那麼柔和 這麼細緻 這麼甜美 第四個 台灣獨現的十二年 這麼高九星落九 它出現的是油脂感 它出現了更多的風味 又不是吃雞 又不是蠟口 四十九 讓大家想二點五秒鐘 二點五秒鐘 我們開始準備好 直接過去了二點五秒鐘 喜歡第一支十年的請舉手 一二 哇 這麼多 一七位 哇 這個叫勤儉持家 接下來 喜歡十五年的請舉手 非常好 一二三四 三四 五 五味 這個是享受威士忌的熟成風味 接下來 喜歡泥梅煙燻波本筒 五 一個人聊兩票 五 十二味 哇 真的是老湯 喜歡泥梅味 喜歡波本筒 在台灣是非常少的人 因為我們台灣人喝的威士忌叫什麼 哪吼酒味 八豆酒味 比較順就好 乾杯比較快 所以波本筒在台灣其實推得非常辛苦 但是其實波本的好好享受 讓波本筒是非常棒的 好 喜歡最後一個台灣獨賢十二年 五十八年八八九年度數的請舉手 哇 哇 一二 十三票 哇 這個叫CP值王者 天啊 我昨天去酒專拿找我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這一支酒在市場的定價 我覺得天啊真的是打到谷責之類的概念 而且聽說他們最近還有一個連接禮盒 送一個那個小酒壺 而且價錢 對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的小酒 好 今天跟大家來的百樂門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下午 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希望大家可以跟他出門快可以可以的回家 我是沈浩 謝謝大家 謝謝 喝酒喝酒喝酒